南韩大市女团BLACKPINK的世界巡回演唱会BORN PINK 18、19日连续两天于高雄国家体育场开唱 将近9万张的门票一抢而空 不仅演唱会现场涌入大批歌迷 不少艺人也纷纷去朝圣 包括杨景华、杨又宁夫妻、郭书瑶及贾永杰等都来一读偶像魅力 就连五月天怪兽也不例外与老婆、女儿坐在台下 让不少网友看了笑亏 就知道票多难抢了吧 怎料在演唱会结束后却有大票粉丝抱怨 明明买座位曲但前方的粉丝却一直站起来导致看不到舞台 郭书瑶也在IG先发出两则现实动态 写道可以让我看一眼Lisa吗 画面中能见到郭书瑶被前方一男一女站着拿手机的歌迷挡住视线 舞台和大萤幕几乎都直接被挡住 有网友在Dcard上发文表示女星贾永杰也是党视线的一员 还怒哄她没素质 贾永杰也在脸书发文道歉 昨天我坐在舞台侧边6800的位置现场的气氛真的很嗨 靠舞台中央区域的观众都站起来 我们也要站起来才能看到 但是今天发现有造成后面朋友的困扰 还是抱歉以后会多注意的